在后场的过程当中也正在进行调整 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肖战 然后都称他是小赞 那肖战呢也会在央视频 为我们送上祝福 那关注央视频也会有很多肖战的信息 来 其他所有的不是央视期的媒体 麻烦大家都退到后面好吗 好 你好 央视频主任之后 好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沟通 不要拍了都不要拍了 我们的古典都不要拍了 我是肖战 我们从古典再出发 祝梦新时代 唱响幸福歌 大家好 我是肖战 追忆革命历史 奋起壮丽唐城 我们从古典再出发 岁月最新生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我是肖战 这里是中国声音 中国年 祝大家平安喜和 请欢迎 接下来是央视频 大家好 我是肖战 下载央视频 我们一起新闻 我在这里等你 好 这是刚才肖战为我们录的下载央视频 刚才呢 也正在为我们录的 是下载央视频 新联新 我在这里等你 那肖战之后 还会在央视频 给大家送来更多的祝福 我们也一起在关注央视频 别录了 我们还上这儿来了呢 晃一下 晃一下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不用 看那条海 不要 不要 看那条海 不能 看那条海 平时天不见有外的 来 来 没有 这次是不是第一次到古典 然后被火的印象里面 对 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到古典 然后我们也非常幸运 来到这个 这个《革命老区》 表达了非常大的意义 然后也很幸运 那么这次给大家带了一个 什么样的幸福 这次我们带了一首 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严致的歌曲 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曲 然后把正能量传递给 正在追求梦想的引擎人 那么这次有进去 《革命老区》 是来到古典 那么参与这个节目 给你什么样的 首先是非常幸运 然后可以来到《革命老区》 然后为大家表演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 不忘过去 然后珍惜现在 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威力 好 最后一问题 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演员 这次跟随新年新海浪 然后会对你自己 也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在以后 在选作品或者是 在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 更加的不忘过去 然后珍惜现在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在录制这个口播之后呢 稍作休息 马上就要到舞台上进行演出了 所以刚才 好 谢谢大家 就是怎么回事 我会带来 我们下次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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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次见